電動車毋庸置疑的 會是未來全世界產業最具發展潛力的市場 鴻海集團切入電動車的大動作不斷 但是在特斯拉這些國際大廠 已經雄聚各方市場之下 鴻海有什麼條件可以後發先制 電動車市場會不會因為鴻海的搶劲呢 從藍海變成鴻海呢 歡迎收看TODAY大頭家 我是阮木華 一舉一動都受到各界矚目的鴻海 在最近又有大動作 在首度舉辦的鴻海科技日上面 正式宣布推出了MIH電動車軟硬體開放平台 瞄準了電動車這塊市場大筆 宣布要成為電動車界的安卓系統 打造電動車的生態圈 鴻海的MIH的目標是在2025年到2027年 在全世界的電動車應用滲透率達到10% 目標是每年超過300萬台車採用 鴻海評估電動車市場將在2025年到2030年 進入到黃金期 2025年預估一年就有 如果鴻海的MIH平台能搶下一成的市場 就會有超過300萬輛的市站 這個對於目前發展已經面臨瓶頸的鴻海而言 無疑是巨大的突破跟轉型的機會 但問題是從來沒有做過車子的鴻海 憑什麼搶下這塊市場大筆呢 正如同特斯拉執行長馬斯克所說的 做汽車比做手機難太多了 沒有辦法想像如同富士康這樣的製造商 能生產電動車 如今鴻海試圖證明 馬斯克你是錯的 今年初 鴻海就宣布了和菲亞特克萊斯勒 合資成立的一家打造純電動車的公司 去年12月 法國的汽車製造商 寶斯雪鐵龍集團 就跟菲亞特克萊斯勒汽車 簽署了合併協議 雙方將以各佔50%的持股比例合併 預計合併程序完成之後 將成為全世界第四大的車廠 那業界認為這個合併動作 就是劍指未來電動車的市場 另外在鴻海科技日上 鴻海跟玉龍成立的鴻華 就展示了電動車開放平台 這個平台的目的 是讓車廠可以在開放的基礎上 降低成本跟開發時間 開發所需要的車型 無論是Sedan SUV MPV都可以 也就是好比說 特斯拉是電動車界的蘋果iOS系統 但是鴻海要打造的是 大家都可以用的安卓系統 以藉此切入整個電動車的巨大市場 但問題又來了 鴻海有什麼條件 可以做電動車的安卓老大呢 畢竟谷歌早就已經切入了車載平台了 當然這個問題鴻海就得靠背後的老大蘋果來支持了 蘋果的智慧車車載平台Apple Car 如今已經獲得許多車廠的資源 成為原廠車載平台之外 另一個重要的選項 並且跟谷歌的車載平台相抗衡 蘋果不斷的投入巨大的資源開發垂直整合解決方案 蘋果把汽車技術視為一個巨大的市場 終極目標是在汽車技術方面 研發出垂直整合方案 以控制整個汽車的使用體驗 但是目前最高版本的CarPlay 可能沒有辦法滿足蘋果的雄心壯志 電能系統是電動車超過三分之一最主要的成本 以特斯拉垂直能源整合為例 就包括了能源採集、發電、儲存和使用三個過程的解決方案 由此可見 蘋果如果想要在電動車市場佔有一席之地 也必須擁有像特斯拉這樣子一條龍式的電動車 以及未來自駕車的技術解決方案 目前蘋果已經公佈將近70個汽車的專利了 除了車載系統之外 自動駕駛、汽車智能化相關的專利之外 還包括了電動機、懸掛系統、燈光 車窗玻璃加熱、車輛導航這些 這意味了蘋果打造汽車的野心 就是在打造出一輛能顛覆特斯拉的新汽車 而這些汽車重要的零組件的規格 制定設計、製造、生產跟物流 正好是鴻海40年來最強大的核心能力了 也就是鴻海與蘋果將聯手打造電重車 以及未來自駕車的全新的生態圈 目標不但是整車的生產 而且更重要的是巨大的零組件市場 因為只要你採用了我的解決方案 你就得用我生產的零組件 當然鴻海跟蘋果聯手的威力極大 但是特斯拉在電動車跟自駕車市場 具備領先的技術跟超前的地位 目前也無可撼動 去年全世界電動車市場220萬輛 特斯拉市佔超過一成 是第二名市佔車廠的三倍之多 特斯拉在電動車大腦的中控系統 晶片的研發上也有長足的領先地位 馬斯克就誇下海口說 特斯拉2030年會達到每年2000萬輛的規模 再加上雙B這些全球大車廠 也不是省油的燈 鴻海如何兌現諾言 就讓我們拭目以待吧 請您看完之後 按讚分享加訂閱 也請您趕快去訂閱Light Today的官方帳號 這樣我們每天的重要新聞 以及我們的節目 就能推送到您的手機裡去了 如果你錯過我們今天節目的播出 也沒有關係 您只要到Light Today的理財欄目裡 就可以看到我們所有影片 Today大頭家天天帶您掌握 最新的金融脈動與財經趨勢 我是阮木華 我們明天見